接下来为您播出热线12 一种凶险的基因疾病 一个家庭不屈的抗争 每个月的规律的数学才能活命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一次特殊的生命经历 他生出来我才知道 我当然喜欢弟弟哦 爱的网络救助 痛得生命之重 这个家庭自终能否逃离 命运的猪肉 姐姐的守护者热线12 12 即将播出 各位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圆圆 首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他们是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的副主任高东英 欢迎你 还有一位是北京市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的发起人沈丽 欢迎 好 今天节目一上来 咱们先来关注发生在前两天 发生在重庆的一件事 有一位年轻的母亲 在重庆的一个轻轨车站 为了给自己的小女儿筹集医疗费 以卖拥抱的方式来筹钱 那么她的小女儿四岁得了什么病 得了白血病 所以她这一举动引起了很多的路人 还有媒体人的这种关注 我们相信这个年轻的妈妈 她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但是今后像这样家里有这个大病号的比较贫困的家庭 就有可能摆脱这种困境 为什么呢 因为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的常务会议 就指出了这么几点 一个呢 要在2015年年底之前使大病保险覆盖所有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 也就是说要全覆盖 那么除此以外呢 还要提高这个大病医保的这个支付的比例 要超过50%以上 那今后呢 还要逐步的再提高 到2017年的时候 要建立比较完善的大病保险制度 除此以外还提到呢 这个也明确了这个大病医保的这个标准 那就什么是大病 不是说我们经常听说这个肿瘤是大病 然后这个尿毒症是大病 只要发生了高额医疗费用的就算是大病 所以这几条听了以后 让人心里还是感觉满踏实的 你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 这个沈丽也来了 我知道这个天使妈妈基金平时关注的 就是患了大病的家庭 比较贫困的这个患儿 那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 这个年轻的母亲 家里有一个四岁的患了白血病的孩子 像这样的家庭 他的负担到底有多大 天使妈妈因为是救助贫困家庭的 儿童主义的这么一个团队 所以七年以来 我们是见证了四千多个家庭的不易 我们一个正常的家庭 是很难想象他们的磨难和压力 对 刚才说到这个白血病的孩子 像我们之前了解的 就是这个白血病的治疗 它可能是分的有的化疗 有的需要移植 那么需要化疗的话呢 它可能它的费用应该是在二十万左右 那么如果需要移植 它可能需要五十万甚至于更多 所以对一般的家庭 它是很难以承受的 所以有些家庭呢 它可能就是父母双方有一方 或者甚至一两方都要辞职 然后去照顾孩子 对 那么有的 更紧张了 对 有的对于原来就贫困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来说 它可能就放弃治疗了 对 那你觉得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几条 就是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的这种 完善和落实 如果落实的话是不是能很大的解决他们这种困难呢 对 真的很大程度能解决他们的困难 至少让他们觉得有希望了 有钱去治疗了 我想对这些贫困化来说 有病可医可能是他们最大的一个中国梦 当然这话也说回来 你想就是大病医保支付50% 那还有剩下的百分之几十 对于比较贫困的家庭来说 可能支付起来也有困难 所以说是不是除了大病医保政策的落实之外 还需要其他方式的这种社会救助 高主任 是这样 我也是有同感 因为我们是中华股水库 有很多到我们这来检索 有很多时候呢 是检索配型成功了 但是没有钱 就终止了往后的这个治疗工作 那太可惜了 对 但是我们这边也面向境外进行检索 境外的患者多数情况下 只要配上了都能往下走 所以就比较呢 就感觉到我们这边可能 还是要给他们更多的支撑 所以很多家庭是因病制贫的 对于这些家庭来说 一方面就要求这个大病医保政策的落实 再一方面也需要社会救助啊 还有爱心的涌现 好 接着我们今天的主题故事 我们今天的主题故事呢 也和大病有关 那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用三天节目的时间 来关注地贫血患儿 那这部分患儿有一个称号啊 叫这个血带娃娃 为什么呢 因为从一出生开始 他们就需要不断地输血 来维持生命 如果说救助不及时的话 那只有就是等待死亡 我们来关注一下 我只会问他 曹云莹 你喜帮弟弟还是喜帮妹妹 他说我不知道 要他生出来我才知道 我当然喜欢弟弟了 弟弟可以保护我 他是男孩子 我是女孩子 他叫石光辉 33岁湖南人 是一名小学英语教师 他三岁的女儿曹宇盈 因患地中海贫血 要做期待血移植手术 此时他和爸爸 就住在离妇产科不远的 儿科移植舱里 所以肚子里的孩子 对于石光辉一家人来说 就不仅仅只是一个新生命 那么简单了 他担心儿宝会提前出来 如果就是他正好化疗 然后宝宝提前出来 因为血的话 就必须进冷裤 然后血就不会够 所以他的手术 可能就会要延迟3年左右 医生已在盯住石光辉 让他减少运动 以防止肚子里的孩子 提前出生 但他每天还是忍不住的 一次次去看望女儿 因为一直是我 从小带大的 然后爸爸的话 可能对他的饮食起居 照顾不足道 特别是吃饭的问题 还有其他的细节 我很担心这个问题 他在床里 每天都要 我都要最少要抛四次五次 晚上以后两点钟 还在车里跑 我就陪着他 在那边跟他聊天 唱歌 表现比较好 一般是八点 陪到十点钟 两天三次 那他知不知道 你怀孕是为了吗 他知道我怀孕是 爸爸是为了救他 宝贝 爸爸 妈妈来看你了 看我你表现好不好 妈妈明天 是宝宝就不能来看你了 你坐起来 最近盈盈不太愿意 见到别人去看望他 因为在进入 一只苍蝉 必须把头发剃光 石光辉说 这对于女儿来说 是无法忍受的 太烦感了 他最讨厌的光头 因为他说光头强 不好看 就是希望 他的梦想 就是希望头发 长得非常的长 太爱美了 很在乎自己的形象 而且比较喜欢人家夸他 他自己 还有时候 可能买一个镜子 他还天天去照 盈盈的爸爸 现在每天 都要在一只舱里 陪伴的女儿 不能外出 我们通过电话 采访到了盈盈的爸爸 那行驶 盈盈电话 都非常大的 很容易暴力 稍微有一点 不满意 有时候睡着睡着 他起来之后 他有一点 他会迷迷的话 就大发脾气的 他会 他会跳起来 再轨来轨去 就在床上 他要 说什么话 做什么事 是有他的意思 反正就 尽量不要他在舱里面捣乱 因为他 他最上次 查了一个那个管的 舱里面 如果他画脾气的话 捣乱的话 把那个管拔掉的话 就很危险 在密闭的一只舱里 盈盈可以活动的范围 也只是这张小小的壁创 对于一个只有三岁 又活泼好动的孩子来说 这无疑是一种煎熟 并且手术前每天的化疗 也让孩子身心承受着很大的痛苦 移植之前的那个我们叫做预处理 那个相当于普通白血病化疗四倍的化疗药物 打击病人 那么这些都是毒药 对心肝肾都有毒性 他那个他自己也会说 他说 爸爸我很快去不过去了 我最后会去 然后你转给我去 因为打发你那个过程很痛苦 就是说一天 那几天的话每天要打八个角度 也要打八个角度 打八个角度的话 那这八个角度就还要含冰水 因为不含冰水的话 那小孩也口腔也一浪 口腔也一浪了的话也会很痛 石光辉在生下孩子的第一时间 医生会采集脐带血 为盈盈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 所以母女俩的手术都将在明天进行 随着手术时间的连进 石光辉一家人的心也跟着悬了起来 就给你签这个字了 书前谈话里面也有这一条 有可能啊 有可能就是要被控的情况 这里都有空 要被控啊这些很有可能 但怎样才会执轻 这种顺利把律师再说一声 我就是 你就是把他散 这个你不太紧张 我们尽量的啊一针给你打发 很顺利的啊 完成这个操作就会减轻一些 啊 干嘛呢 你就在这里签你的名字 今天晚上好好休息 就12点之后不吃风喝 谢谢 明天晚上7点8会来接你 好 谢谢 不客气 五月份正是广州的梅雨季节 这样的雷雨天气 让石光辉的心里常常觉得不安 但今天 签完手术前的麻醉同意书后 他反而松了一口气 这一天终于等来了 让我就比较安心 孩子发疗手术 准备做工作都很好 然后呢 阿宝也没有提前出来的迹象了 所以明天很期待明天是一个好日子 然后阿宝顺利出来 然后运营能够移植成功 2011年 盈盈出生 但三个月后 孩子却被查出患有 重型β地中海贫行 那么现在来我们这里治疗的 和我们引起全社会关注的 就是这群病人 叫做重型β地中海贫行 他们要靠 每个月的规律的输血 才能活命 否则的话他们就没有力气 否则的话他们就会 在生命的第一个十年里死亡 从那时起 每隔二十天或者一个月 石光辉就要带着女儿去医院抽血 做一次检查 输一次息 除了书写时的疼痛外 年幼的盈盈可能还不知道 书写对于他优秀的生命意味着什么 这样的疼痛将伴随他的一生 他的生命也将一次为继 书写就有很多的铁机会进去 铁因为血里面 血纹蛋白里面还有很多的铁 而且机体它没有一个正常的排铁机制 所以只进不出 结果铁在体内的堆积 那么主要对于他肝脏和心脏 那么肝脏功能就会受到损伤 心脏功能就会受到损伤 重型地中海脾血患者 如果长时间不对铁机性处理 那么患者的骨骼将发生变形 脾脏增大 心脏衰竭 最终导致死亡 而一般除铁的办法就是打排铁针 一天一次 一次大概八到十个小时 为了女儿的医疗费 石光辉的丈夫只好远下广州去打工 而石光辉周围的一些朋友 也开始劝着一家人 赶紧放弃盈盈 趁着年轻再生个健康的孩子 他说你这个宝贝就不要了嘛 他说继续成 脱里人啊 他就是这样子 我们家我女儿准备讲人 她说要我发现我女儿 就是发现我自己生命 她很可爱很可爱的 真的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她 虽说坚持 但经济压力还是让石光辉夫妇俩喘不过气来 不过随着盈盈一天天长大 一家人终于迎来了一个 可以让盈盈摆脱长期书写排铁的机会 后来在网上查了 很多那个信息 也找到一些家长 然后通过他们了解一些情况 就知道孩子还有这 我们就没想过要放弃 就想过一定要把孩子就好 这是另一种可以让地中海皮血患者 活下去的方法 造血干细胞移植 但能够做干细胞移植手术的孩子 在所有患儿里 无疑又都是幸运的 因为移植手术最重要的前提 是要有合适的造血干细胞配型 而且捐献者又配合做移植手术 我们建议一般就是 四岁左右做这个移植是 就是最好的 因为她的年龄肝断 然后她会配合 她也库里方面都能听话这些呢 就各方面平均起来的 四岁这个做移植是最好的 当时盈盈已经快两岁了 最佳手术时机稍纵即逝 在一家人没能与盈盈配型成功后 时光辉和丈夫开始努力的给女儿 寻找合适的配型 一直在寻找她指口水 一直在台湾那边找 就给她的消息 有消息 之前有一个是八个联合的台湾一个 后来就没有音讯了 有时候说不想去想这个问题 但是他每个一睡觉 那我们一睡下来的时候 就会去想这个问题 如果就想这个配型 因为万一这个孩子 找不到出去没有爸 一直这样说下去也不行 还有就是感觉这个日转的日转 过的就是说感觉过了第一 就觉得他们的迷信的日转 都是过的这个问题 而且非常的焦虑 巨大的落差让夫妻俩饱受打击 不过随后有医生告诉他们 亲兄弟姐妹间的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率更高 建议他们再生一个孩子 获得其代谢造血干细胞 这个提议让夫妻俩颇感意外 但这也是唯一救女儿的机会 当时是破夫产的 因为要等三年才能再怀孕 当时我还是很怕 我说万一怀一个又是生病的 万一检查或者失误怎么办 所以当时也很犹豫 时光恢复其俩都是地中海贫血基因的携带者 生一个健康孩子的几率只有25% 再生一个重度地中海贫血患儿的几率 同样为25% 不过时光恢最终还是决定再次怀孕 这些健康孩子我都会生下来 但是原因的话我就会另外再想办法 当时我也是想能够配上又成功了 健康的那是最好的 我心里是在这样想 我说看有没有那样的运气 除了要堵上肚子里孩子的健康外 以致手术30万元的费用 对于此时时光恢一家人来说 也是个天文数字 我们坐椅子每一腻 就是要存30万 在我们住院的这个 就医之前我们必须要 就是打上30万 因为如果是一边找钱一边去做椅子呢 这个对孩子的风险非常大 时光恢一咬牙把刚刚购置了三年的新房卖了 但是手术费还是没能凑齐 夫妻俩只能四处借钱 不过这时他们总算得到了一条 让人振奋的消息 随后配行成功的结构 更是让全家人欣喜若狂 但是此时时光恢也已经有了六个月的身孕 这就意味着 留给他们凑齐手术费的时间 越来越少了 小学英语教师石光辉开始在网上发起求助 尽管旧女新气的她言辞有些激动 但最终收效甚微 最后在迎迎其他小病友父母的推荐下 石光辉的丈夫通过微博联系到了天使妈妈团队 她给了我那个平台 就是说把我的资料放了 其中一个平台嘛 这个平台因为我就可以发微博了 因为没有一个平台的话 像是我们网络的话 人家不信 也就是说一个平台 像是你 就是说我没通过这个 就是妈妈这个平台 因为她们知道我的情况 了解过 而且听到她们这些合成过的 这样应该才会去 2015年4月 小盈盈在社会各界好心人的帮助下 成功凑齐手术费用 进入南方医院儿科移植仓 开始了手术前的准备 但进入移植仓后 也意味着 三岁的小女孩盈盈 即将直接面对每天 术前化疗可能带来的风险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地中海贫血的患儿 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 您可以拿手机扫描一下 屏幕上的二维码 进入我们的官方微博 给我们留言 刚才我们看到的小盈盈 她就是一个地贫患儿 看起来是多么可爱 多么聪明活泼的一个孩子 真想象不到她得的病 是这么能要人命的 这么一种重病 所以沈丽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地中海贫血症 到底是一种什么病 怎么治疗 那个地中海贫血 它是一种基因力的 一个疾病 基因遗传的 对 那它基因出现了一些损伤 或者是突变 得了这个病 那这个病的得名 之前是因为在地中海 周围的国家发现的 所以叫地中海贫血 那么和地中海同纬度的 我们国家 这个病的高发区 就集中在广州 广西 还有海南 这个省份 那平时怎么治 就能最终治愈吗 这个病的治疗 平时都一般是输血和排铁 那么它的根治方法 只有进行造血干细胞的移植 那刚才我们看造血干细胞的移植 可能有两种途径 是吧 一个是妈妈在怀孕 然后用期待血移植 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骨髓移植 高主任今天在这 就是通过骨髓移植治疗 这个好像不光是地中海贫血了 还有什么其他的血液病 您那治疗成功的案例多不多 也不少 实际上应该这么概括 就是造血干细胞移植 可以治疗70多种疾病 造血干细胞的来源 有三种 一个是刚才说的起血 一个是骨髓 从侠骨这取 还是从我们的肘症中静脉 就胳膊肘这 就跟现血一样 这样取一个造血干细胞 像我们这 主要就是做 这个胳膊肘这的 肘症中静脉 正采集干细胞的 这种情况 我们都将近60多例了 这预理非常好 是吧 那这个前提就是说 你现在配型成功了 是吧 那如果这个患者 他想申请做配型 什么的 他怎么申请 是这样 这个患者所在的医院 通过医院的医生 我们现在有110多家 这个可以跟我们联网 进行这个 这个肝细胞 这个移植的申请的医院 还有境外的20多家 那么通过医院的医生 跟我们的信息化平台上 提出申请 然后我们在 我们的数据库当中 进行配型检查 寻找 对 我听说您那的数据库 跟这个世界都是联网的 那但是还经常听说 这个配型非常的难 为什么会这样 是这样 主要原因是 我们进行移植 是要看它的 这个一个一种型 能不能匹配 这种型是白细胞的血型 我们平常所说的是 红细胞血型 A B O A B 那么白细胞血型 要比红细胞复杂的 多得多 多得多 所以在人群当中 毛毛人海当中 要找到跟你匹配的 这种型的话 少说是几百分之一 更难的时候 几百万分之一也有 对 但是这个起血移植 它的确是 亲缘之间的移植的话 概率就像刚才 片子当中说的 25%的概率 但是这个孩子 非常幸运 因为她生出一个 病儿的概率 也是四分之一 对 然后配型在相合的概率 还是四分之一 所以她这两个 四分之一都拿到了 所以真是个奇迹 所以小盈盈 虽然一开始 这个骨髓配型 没有成功 但是妈妈这一怀孕 而且这个胎儿 现在通过严格的筛查 已经证实了 这个孩子是符合 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条件的 所以说现在只有 静待新生命的出生 小盈盈就有救了 我们接着来关注 在进入医治仓后 盈盈手术前期 准备工作进展的 要比想象中的顺利 跨流的过程中 她相对来说是比较顺利 没有明显的呕吐 明显的那些发高烧 就是心脏那些 没有说特别不舒服 受不了那些 她是她是很顺利 就是到目前来说 她相对很顺利 为了能更好地照顾 时光辉和盈盈 盈盈的爷爷 也从湖南来到了广州 在医院旁租了一套房子 承担起了每天 做饭送饭的任务 那孙女的饭是特殊准备的 是吗 是 是有什么讲究吗 是 很讲究的 这个有利的都是 也这个 给她说矿情水煮的 租住的地方里 医院大概三里路 每天来回六次 人生地不熟的环境 还要买菜做饭 这对于一个年近七十的老人来说 还是有一些吃力的 但这也是众多做移植手术的 地中海贫血患儿家庭 所要面临的生活常态 晚上休息前 石光辉忍不住 还是给女儿打了个电话 这些表现好不好 这些表现怎么样吗 真棒 宝贝最棒了 好好吃饭了吗 白妮出来 要吃小馒头对吗 好 外婆 有时间回去给你做好 今天来不及了 妈妈明天要生宝宝来 今天不能回去给你做了 明天好不好 明天外公过来看盈盈哦 长期在封闭的遗址餐里 让盈盈对平日里爱吃的东西充满渴望 一心想吃小馒头的她 可能没办法意识到 明天对于她和她的家人来说 是多么的重要 但是孩子很开心 当听到孩子的声音 哭的声音 我就觉得还是可能安全了 随着一声铁哭 盈盈的弟弟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盈盈也顺利完成了其他系的遗址 但接下来的三十天 才意味着真正的开始 这一个血 三十毫升就输进去就完了 但是输完进去 因为这个是供体 不是自己的 是吧 所以输完之后呢 它在生长之后呢 它就会出现排斥反应 所以移植最难的就是一个感染 一个预防具体的这个效应 这个是最难的 移植仓病房的走廊里 家长们打招呼的方式都很特别 一般只有两句话 孩子吃了吗 细胞长得怎么样 他们可能都不知道对方的名字 但见面却都会问起这两个问题 石光辉手术后出院 回到了租住的房子里 为了出院后 盈盈有一个更好的康复环境 他们又不得不每月四千元 在南方医院附近租下了这套房子 如今南方医院北面的这栋住宅楼 因为环境好 已经成为医院许多血液病患儿 移植后的必居之地 每个家庭都要在这里停留近半年的时间 2015年6月17日 石光辉微信朋友圈 分享了盈盈成功出仓的消息 但接下来 他们仍向面临盈盈盈更为棘手的术后康复问题和经济压力 我们看到了 一个家庭要是有一个地贫患儿 那真的是灾难性的打击 今天认识了小盈盈 明天的节目里 我们还会走进两个地贫患儿的家庭 去了解他们的生活 咱们接着来说盈盈 刚才说了 她是非常的幸运 她虽然最开始 骨髓配型没有成功 但是母亲再次怀孕 然后怀孕了一次 这个孩子就经过筛查 她就是符合捐献的条件 所以我就想是不是还有很多母亲 为了救孩子 然后反复的怀孕 她要不符合这个条件怎么办 沈丽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有 的确是有 因为确实这些家庭 他们选择骨髓配型 相对有的时候配型比较难 他们没有办法 我们在之下就选择期待学医师 其实这也跟赌一把一样 对 但不每个孩子都像盈这么幸运的 所以新的问题又来了 那么你生的第二胎 可不可以用于给上一个孩子用 那这又是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的筛查上 医学上她是成熟的 她就是不知道这个孩子能不能用上 用上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在救援过程中就碰到过 有些母亲是反复怀孕 那么有的母亲甚至于都怀孕 个案有一个很极端的个案 怀孕九次 怀孕九次 这孩子潜伏的条件 对 对 她千八次都不符合 所以没办法 太人心疼了 对 是 就是说这母亲怀孕的时候 就可以来检测这个胎 胎儿可不可以符合条件 是吧 符合条件有的时候 她可以说有产差 对 是的 那么第九次她成功了 其实这个对孩子 对这个母亲 她这个心理上 身体上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伤 没错 不过我想还有一种方式 要避免这种痛苦的话 那骨髓移植 配型成功了 那就是最好的 但是呢 我们一说骨髓移植 骨髓间线吧 大家总是有些害怕 高主任可以给我们打消一下 这么顾虑吗 是吧 好的 是这样 大家听到骨髓捐线呢 就觉得 这个敲骨吸髓嘛 就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是不是非常痛苦 对 其实还真不是 对 现在我们这个捐线 这个造血干细胞呢 实际上是从我们这个胳膊肘这 就跟献血是一样的 那么为什么叫骨髓了呢 是因为历史原因 最开始发源的时候 的确没有这样的技术 能从这采集 的确从这 但现在基本上全都从这里了 从这 它为什么从这就可以抽到这个 含有骨髓的这种 这个含有造血干细胞的 这样的 这样的移植的 那是因为我们这个在这个 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有一些这个 动员剂 那么使得我们造血 就是骨髓当中造血干细胞 能够释放到我们的外周血 用药物先把它动员到外周血 对 使它的浓度更高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采集 来用于我们的患者 所以它实际上就相当于一次成分献血 我们这个地平患者刚才 大家都谈到它要血液治疗嘛 要靠输这个红细胞 输血小板 所以呢 这个就像我们输血小板一样 也是同样的设备 用同样的耗材 程序上略微有一点不同 就可以了 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所以完全不用害怕 这个过程不痛苦 对对对 那我想问您现在就是捐献这个 造血干细胞的人多不多 有多少 这个群体大概是这样 什么样的群体 现在这个群体应该说 很令人欣慰 随着我们社会文明的进步 那么很多爱心人士 都加入到这个骨髓库当中来了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已经有200多万份的数据资料 那么从世界范围来讲呢 我们世界骨髓库呢 有2000多万份的资料 像美国3亿人口 有700多万资料 那么大家在这个数据库当中 分享大家的资源 然后为世界各地的患者进行配行 那要是去申请的话 应该怎么申请 申请的话呢 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境外的 都是通过他们所在的医院 来跟我们申请 一座繁华的都市 三个苦难的家庭 他没办法 他又吃不下东西 他很想吃 但吃不下 一场期待中的手术 三位母亲的自爱 他们的手术是风筝 为何他们会来到这个世界 母爱的力量 又能否为他们 斩断命运的架手 底频先生的绽放 热线十二 明日播出